第二 如果你自己对我说你是全能的 那我现在追逃你 你一定要照着的意思 把你的全能表现出来 你知道罪人犯罪犯到这个地步吗 我这里讲的罪不是犯罪 抽烟喝酒 犯奸淋说方法 这里犯的罪就是 你对神的主权的干犯 你一点不知就 而且你用神自己的启示来追逃上帝 一个人 用传道人讲过的话 来诱书传道人 是常常发生的事情 你说的吗 现在你有没有做 你犯过这个毛病吗 你对传道人讲那句话了解多少 你就照着你对那句话了解的 很肤浅的要求 来诱书讲过这句话的传道人 你多么残忍 正像一个人 上帝是全能的吗 为什么他不依我 所以他不全能 这里他先听到一句 上帝是全能的 那如果他对全能的了解是很肤浅的 就是什么都能做 然后他就是既然能做 现在做 我现在有病 你做 如果你不做 你是骗人的 你不是全能的 你是讲话不算术的 这种上帝我不要 他变成审判上帝了 你明白吗 我们常常犯这种罪 我们不自救 上帝讲全能的 全能的意义 跟你全能的领受的 那观念是不一样的 所以那是同样的名词 我稍微露一句 这个里面的奥秘给你听 上帝的全能不是说 他能够什么事情都做 更不是他能够照着你要的 每一件事情做给你看 更不是你所说的全能 就是什么事情 就是照你所要的 做给你 表示他的能力才是真的 不是这个意思 上帝的全能 真正的意义是说 凡是良善的 一切的能力都是从他来的 一切美善的恩赐 是从他来的 一切善的能力源头是上帝 不是这样你想 他什么能做 现在做 因为你是全能的 所以你讲的要算数 我们用这样的态度 对待上帝很久了 所以那些外邦人 以为他们骂上帝 是骂得很正确的 他们反对上帝 是反对的很有理由的 他们引用圣经来指着上帝 你讲了 为什么你不能做到 你这个上帝是什么上帝 他们对上帝的罪头 就是因为什么 上帝是全能的 上帝是全知的 你都知道我会犯罪 为什么你要创造我 你是全能的 为什么你不解决我的困难 他就用上帝讲过的话 来追讨上帝 这是我们常常犯的 很幼稚的罪 因为那些话背后的意义 你不像你观念中间所想象的那样 那样的父亲 那样的下带 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我们用自己下载的观念 来追讨上帝 要照着我 我所知道的来行事服务 全能的上帝 为我做这个 那么你相信他是全能的 你又要指挥他的全能 你是全能之上 另外更高一能 对全能的指挥者的那个 万能 超过全能的 指挥全能者的那个指挥官 你发现了没 神从来不服务这样的人 你知道我是全能的吗 我现在可以能使你死 因为你讲这样的话 你不认识我 还有定我的罪 我就可以把你致死 神全能 他又能够克服他那一副 可以审判你的感情 来让你继续发问反对他 这个就是他的全能